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·戴森在1959年提出假想的戴森球结构,他认为任何技术文明对能量的需求都会稳定增长,如果人类文明一直不灭,终有一天对能量的需求会膨胀到必须利用太阳全部能量输出的地步,因而需要建立能拦截和收集太阳所有能量的轨道结构,这个结构就被称为戴森球。 戴森进一步指出,如果用外星文明,达到凯尔达香夫的文明,为了建立能源的正常攻击,最终会围绕西姆恒星,建立起戴森球结构,由于这种结构会遮大光线,释放红外辐射,因而可以被其他文明发现。 戴森球的概念已经提出了半个多世纪,我们依然没有发现太空中存在戴森球结构。 不过去前年1480光年外的德塔比星,曾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子,它的光线会不定期被遮挡,最多的时候量度竟然下降了22%,相当于一个达到其母恒星直径一万大的东西,打住了母恒星的光线。 除了戴森球似乎没有其他可能了,最近,美国在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资深和学家当胡佛,将这个概念又向前发展了一步。 由于宇宙正出加速膨胀中,星系将变得越来越孤立,未来能源供应将越来越紧张。 琥珀认为,习惯了对能源高消耗的超高等级爱心文明,将不得不存储恒星,建立戴森球结构,让未来的日子不再艰辛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琥珀建议,这种爱心文明,可能会在其他星系偷窃恒星,运回他们自己的星系。 琥珀认为,以宇宙膨胀到要靠抢劫恒星才能生活的时间还很遥远,大概在一千一年之后,赞拜新文明解露恒星,并约回去需要几十亿年的时间。 他们必须在时间靠近之前尽快动手,因而这种偷窃行为,如果正在发生的话,我们也是可以检测到的。 比如发现在星系之间移动的恒星,或者某颗恒星突然在某个星系中不见了。 当然,琥珀认为我们人类可能还无法理解这种移动恒星机制,但并不妨爱,我们思考爱心文明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这么做。 科学家的脑洞确实很大,敢于击出抽越人类想象力之外的,令人瞠目结舌的概念。 虽然偷窃恒星,目前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天方夜谭,手间求远到别的星系通,似乎也没有任何必要。 但我们现代文明所拥有的一切,不正是来自于几千,几百,几十年前那些睿智头颅天方夜谭的想法吗? 只希望那些强大的外星人不要把我们的太阳偷走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生需要您的支持天方夜谭。